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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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三哥都会瓦钢寨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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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非同小可 所以三哥 所以三哥我们得趁早准备军备 一场硬仗是逃不了的 西北边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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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闪光 从今这么多年 只有两种东西 可以闪出这种冷峻的光芒 一个是星星 再一个就是 兵家的反光 毫无疑问 李克和他的新主人 都在对面山上 今晚是个大好时机 他们怎么会按兵不动呢 我也奇怪 李克去了以后 他们为什么不发动突击 因为 他们要打持久战 在那儿安营扎寨 正是要养精蓄锐 等待粮草和后军会合之后 他们要一举攻向往恒战 你一想到 是谁收留了李克 收留李克 让他做向导 并能集结如此兵力 打出持久战的阵势 对于所向披靡的瓦钢军来说 如今 殿下只有一帮人能做到 太原李家 李家 一定是唐军 试想 张朝光意思 王世冲失去大元 只敢挥缩落 何况 他并没有这么雄厚的兵力 杨素身受重伤 逃出长安 他既不能亲率大军 手下又缺良将 他绝对不会行险冒进 我们故天下 就在此时 就在此刻 能对我们明目张胆进攻的 也只有李唐 难以置信 李唐怎么会收留李克呢 是收工也好 是利用也好 是合作也好 总之 他们是有关系的 我也认为 对面山上的人 就是唐军 而今晚前来探债的 就是李克 但是我怎么都不能相信 有人可以接受一个 出卖自己兄弟的人 他可以出卖兄弟 有一日便可出卖你 三哥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恩怨不明的 很明显 李唐的人 并不介意恩怨 只要那个人有用 他们就会用他 一向如此 属下参见太子 回来了 回来了 如何 太子 一切顺利 好 李军师做得好 李军师稍作休息 明日一早 我们还有一出好戏谣言 属下明白 下去吧 二弟 修怪哥哥我 对你无情吗 世民 各营兵马情况如何 回皇兄 大军昨晚下寨 休息至金尘 两草马匹已经储备充足 士兵们各个神员弃组 随之后命出发 不过皇兄 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探 敌军虚实 便贸然下寨 会不会有些草率 皇帝 你要知道 这一仗我可不是监军 而是统帅 四弟才是主将 而你则是四弟的副手偏将 所有的军机大事 由我做主 草不草率 由我来决定 你只要听命行事 就可以了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只不过我有些自己的顾虑 说出来进攻皇兄参考 如果我用得着你出谋献策策时 我会来问你的 是 皇兄在等什么人吗 没有啊 皇帝 我与四弟第一次到这里来 你看 此处可有什么民俗特产 给我们介绍介绍 走 走 原来是公主殿下 公主 您召见在下 也不必如此的兴师动众 这是给你的盘缠 那是给你预备的马 你递可上路 公主 您这是让在下去办什么差事吧 我们李家 不用你这种背心弃义 杀凶夺位之人 你若是实相 立刻拿了钱滚蛋 否则 我要你的命 公主啊 这份差事 恐怕小人是做不了 因为太子殿下 正等着小人复命呢 公主 告辞了 你再敢往回走一步 我要你命 抓住他 是 动别动 公主 展开 你放手 再敢对我无力 我让我哥哥们杀了你 公主 告辞了 参见殿下 秦王 四王子 免礼 李军师有何事禀报 殿下 昨晚微臣亲自去瓦岗寨 刺态虚实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 山寨各处 井被松懈 微臣如入无人之境 因此 性不辱命 好 继续说 太子 自从杀了张朝旺 挫败王室冲以来 瓦岗寨自持势大 已经是麻痹大意 赛中关卡 形同虚设 少兵一枪而睡 已经是不堪一击啊 如果我们现在公寨 正是时机啊 四弟啊 你是主将 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臣弟近来读了许多兵书 知道一句兵文拙素 卫赌为久也 既然李军师 以探知敌人并无防备 当人越快出击越好啊 皇兄 速战速决 好 的确是减少兵力 粮草损耗的上策 不过 我军这个先锋 谁来做呀 臣弟愿望 若是在平时 四弟是上上人选 现在你已经是主将 所有的军机大事 要你定夺 岂可随便出征啊 皇兄高见 殿下 微臣斗胆发言 李军师 但说无妨 殿下 秦王骁勇善战 至今出战全胜 从无败计 天策上将威名 是让敌人文风丧胆呀 我想 如果让秦王出战 并能大破瓦钢寨 好是好 但不知秦王意下如何 我知道秦王一向都有主张 未必能听得了我这个当哥哥的调遣 臣弟 当然愿望 好 好啊 这次由秦王打头阵 我军胜算又高一筹啊 微臣斗胆 敢问这次先锋前部 将派出多少人马 五百兵马 五百 当然 这只不过是前部 主将会另行率军接应 不必担心 再说了 秦王是我王帝 我不会真的让秦王去涉险 本太子决定 派我爱将御师公到镇前相助 我想 这就该如虎添翼了吧 太子 谢太子 臣弟领命 秦王 这根本就是太子的借刀杀人之计 他们就是想让你去送死啊 这个我何尝不知道 还有那个御师公 明摆着就是派来监视你的 还有 他是四级来杀我的 秦王 这个陷阱万万不能跳下去啊 文静 你点击五百禁卫兵 通知太子 我即刻出征 还有 带上我的巨雀天空 秦王 照我的话去做 三哥 三公主 怎么样 怎么样 杭军现在 还是没有动静 我们打还是不打 那几万松 积极备战 秦王 秦王 一齐大有古代儒将之风啊 秦王 这种时候怎么还摆出棋局呢 我要跟囚然客下完这局未完的棋 秦王 如此危机紧要关头 不可而戏啊 文静 这一局棋 我们只要走错一步 我们都将肝脑涂地 去吧 在白布上写 起东八难求 绑在箭上 开弓 秦王 秦王 举中举 击中击 你能明白吗 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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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李静 三哥 果然是唐军 李世民下战书了 起东八难求 这是一首好集 出臣 大家都在备战 您为什么不叫我呢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这虽是一首棋 但却没头没脑 没有道理 这步棋大有道理 在换回一妹之前 我也曾跟李世民对过一 我们管内盘局叫做 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在棋中 他意识到 杨素要偷袭我们 但那局棋我们没有下完 他送来这一步 看似是没头没脑 其实是天外有天的下一步 他要完成我们没有下完的棋 看 李世民送来的是这步棋 三哥 这棋局是以瓦冈寨四周的地形 为经纬布城的 是这样吗 对 那么说来李世民要从东南清局呢 以棋局而言确实如此 李世民怎么会在出击之前 先把自己的意图告诉我们呢 李世民自命王者风范 也许他这么做 想得正大光明 同时也在显示自己的实力 这不像是李世民的作风 其中必有眼中 李郎 你有什么见解 侧奸灭琴 对 李世民这手棋 造成了珍珠棋局的一种杀法 叫侧奸灭琴 不错 玲珑棋局 棋风彪汉 尝尝你 杀招带火整函棋局 李世民是有什么消息 要通知我们吗 三哥 我们这棋一定要走下去 才能知道李世民的用心 那 我们就奉陪秦王到底吧 下棋 统树要他去做先锋 他却在那里跟瓦冈舍的人下棋 正是 下去吧 是 黄兄 这李世民显然没有把你的命令放在眼里 我看 正好知他一个违抗军令的死罪 不必着急 我倒要看看 他能玩出什么把戏 公主 让开 公主 大哥四哥 我听说大哥 只让二哥带五百兵马 攻打瓦冈寨 平洋想请大哥 再批五千金兵 前去接应 平洋 刚把你从瓦冈寨贼人手里救出来 你就忘了轻重 如今还要带兵打仗 这简直就是胡闹 大哥 瓦冈寨实力非同一般 二哥此去 凶多吉少 还请大哥不要听信贼子谗言 坏了我们兄妹手足之仪 这些我当然知道 不用你来教训我 打仗之势 全由我和你四哥掌控 你二哥不会有任何危险 退下吧 大哥 退下 你们随我出发 出发 公主 没有统帅的调令 我们不能跟您走 调令 我堂堂一国公主的话 抵不上一个调令 公主 别为难属下了 调令 在此 立刻按公主的吩咐 被马发病 是 集合 公主 不必猜测属下的用心 属下知道 公主要做的事情 即便是没有调令 公主也一定能做到 属下不过做个顺水人情罢了 别以为你这么做 我会感激你 属下不求公主感激 祝公主一路平安 你们都好好保护公主 是 你带她去些边缘地带 随便转转即可 明白了吗 是 停 公主 有何吩咐 走了半天 连个敌兵的影子 我都没有 你是不是故意带我走错路 带我绕圈子 属下不敢 不敢 看你胆子挺大的 搞清楚你是李家的臣子 还是李可那个小人的奴才 李可带我去瓦岗寨 不带有误 是 出发 西五南二 西八南二 西八南二 这个李世民居然一口气连下了七首棋 而且连我的棋路摸得清清楚楚 难得 难得 报告 报告站主 唐俊有队兵马 正从东北向我债袭来 领头的好像是个女将 女的 那他是不是眼睛大大的 嘴巴小小 但是个子高高的 这个我没注意 战主啊 嗯 妖精愿意 领兵 前去迎敌 去吧 谢谢战主 谢谢战主 公主 战主 怎么 务主 今天没见面 是不是要想我呀 嘿 鬼才想你 救兰 什么 平阳在与程咬金对阵 正是 这个丫头一定是不放心我 偷偷跑出来了 文静 带所有人马去接应平阳 秦王万事小心 愿上天必有 我们有再见面的机会 领命 跟我走 秦王留不得 不是他死就是我活 你要帮我 属下明白 豫迟将军 在 秦王吩咐 你跟随我父皇多久了 末将想不起来了 好像追随皇上 有多年吧 那你可知道我父皇的心思 皇上的智慧 末将远不及 自然猜不到皇上的心思 好 那我就告诉你 我父皇想要的是 凭群雄打胜仗 一统天下 是 是这样 天下群雄并举 每个人 都想一统天下 是啊 可眼下群雄未灭 自己人先打起来了 这天下又该怎么平啊 这棋 看来看去 还是看不出什么门道 三哥 你还记得李世民 所用的真龙招数吗 你说来听听 侧间灭秦 一将真功 主斗燃棋 威如泪乱 不适边功 事故取和 乌将自闻 李世民是要告诉我们 他已身陷绝境啊 有谁要害他 使得他 要向我们求助啊 这个人是个真功的将领 更是他的兄弟 就是唐军主帅 李建成 这局棋将他的处境 说得非常清楚 即使我们不打的话 他照样会有生命之用 如今之际 他不敢奢望 打胜仗 希望跟我们讲和 助他一臂之力 否则 他就像西中霸王一样 乌将自闻了 原来 他是要向我们求救啊 怪不得他的旗下了一半 也停了手 对啊 三哥 那你打算怎么样 如果要除去 李世民这个眼中钉的话 那我们看着他们兄弟 自相残杀就行了 但如果我想帮他 又从何着手 三哥 你要帮他们 我只是说如果 三哥 作为你的军师 我希望你别管他的死 我 但三哥对李世民 有英雄石英雄之情 我是可以理解的 石英雄重英雄 倒也未必 只是觉得 没能在战阵上 亲手打败他 可可惜 这个李建成 要借刀杀人 派出少许兵马 要李世民打头阵 就是希望我们替他除去 成就盖过自己的弟弟 好 就算是我们没有杀他 他也会派出刺客 了结这件事的 然后推出李世民 死于乱军 向李渊禀报 并把这个失地罪名 推给我们 如果 这李建成利用 倒不如输给李世民 更甘心 所以 如果要帮李世民 只有主动出击 与唐军作战 李建成自顾不暇 李世民就逃脱 李靖 既然你算定 李世民会逃走 那就带人把他抓来 也算我 送他一个人情吧 三哥还真是派我 一个出差啊 好 李靖留命 秦王呢 李世公呢 禀报太子殿下 刚才秦王起 夺云区逃走了 李世将军去追了 什么 他起走了夺云 他起走了夺云 李世公 怎么能追得上他 一群废物 报 瓦岗寨大军忽然从山上杀下来 四王子正与敌军主将对阵 天鹿与敌军主将对阵 真会挑事机 全都跟我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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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在趁人之威 求然可卑鄙小人 要不是我三哥助你 你的人头早就会送回太远了 齐王 跟我回忆见太子吧 回去可以 先问本王答不答应 齐王 来我就无礼了 想杀齐王先过我这关 这就是你的功夫还想救我 省了吧 说武功也不过如此 看我李家强法 要杀便杀 齐廷遵便 懂事吧 我从不杀人 豫痴将军 你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虽然太子派你来杀我 可本王并不想杀你 你回去吧 请问恩义 我将来日必报 告辞 快点 快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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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你先藏起来 快呀 快呀 快 快 快 在前面 上 走 走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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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动 带走 别动 别动 喂 你最后那首棋是什么意思 该不会是顾目玄虚吧 我那个皇兄建成啊 行军打仗 没那个本事 旁门左道倒是在行 他打算除掉我以后 以主力大军引瓦岗军清朝而出 然后派人上山闯空门 只要制住你们那些什么堂主 一把火烧掉瓦岗寨 求然客退路被断 到那个时候可就糟了 其实我不是什么真龙棋局也不符合棋理 但是意思却很明白 你这都看不透 洪福把你的智谋夸上天 看来是错爱了 转空门这个人难道是 贱人离渴 立即跟我回去 怎么还不走 等你回去的时候瓦岗寨早就不见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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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喰 喰 指 快 有敌人入侵 请夫人不要出门 立刻 我认识你 夫人真是好眼光啊 当你还有脸回来 我父亲亲刻就回 你就等着为你所做的一切偿命吧 他回来的时候看不到我 只会看到被烧成焦土的瓦钢寨 因为我正打算大焦同游 将这座令人生厌的瓦钢寨 移为平地 况且那求然刻意回不来了 我父亲应用无敌 你吓不着我 看来不说个明白 你是死不瞑目啊 那求然刻 如今正跟大唐的第一高手李元吉单打无斗 退一步说 就算他战胜李元吉 可还有数以万计的大唐精兵在等着他 我们退一千步说 就算他敌得住大唐精兵 等我放火烧掉我的战士 他必然退兵山上 那时山下有太子的大唐精兵 山上有我的伏兵 前后假计他是必死无疑 恐怕死的是你 废话少说 把无疾三阵的秘籍交出来 原来你要的是这个 告诉你吧 休想 嫂子 你不要逼我 否则是你自找苦吃 只要你交出无疾三阵的秘籍 我保证不伤害你的性命 你杀了我吧 嫂子 你这一生为那求然刻吃尽了虎头 可是他呢 至今还念着亲妹的布伦之情 如今又跟红服勾三打四 嫂子 嫂子 你又何苦为他受着无妄之灾呢 你们几个 在外面等着 是 无疾三阵 太好了 跑 臭婆娘 你 你暗算我 这是什么东西 你不认得 那可奇怪了 当日你暗算我夫君的时候 用的不也是这种毒粉吗 你 你 臭婆娘 我我载了你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军师 快 怎么了 快 快扶我下山 不然 我的眼睛就没救了 好 快 快 快快快 快 快 这前面可能有伏兵啊 我们穿过树林 在平原上快马甩掉他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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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